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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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竞赛快信 继续关注李酿奥运 南竹决赛,足球王国巴西终于圆梦 巴西和德国激战120分钟 打和1比1 最后互赦12码 首次奪得奥运南竹金牌 马拉贾那球场10万观众 一起见证南竹冠军的诞生 巴西人将金牌梦想寄贪 在天之嬌子尼玛身上 四年前在决赛 一意孤行的懵懂少年 已经摇身成为真正领袖 27分钟尼玛主射自由球 攻破宿敌德国的大门 在奥运最高舞台 击败日耳曼大军 是巴西人洗擦世界杯1比7 此欲的最佳机会 不过人才滋滋的德国战车 绝无轻易被摧毁 下半场队长 给安达神半单刀的机会 遗陷面对来自科隆的门将 天武赫欣 安达神错失黄金机会 上天算眷顾森巴军 这一场德国两次中眉 终于在120分钟后 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 重压之下巴西第一个出场的奥古斯图 稳阵地射入好头 如今点球大战 不再是德国人独赢的游戏 前四轮双方全部命中 德国民提出在第五轮 入出六球球 仍要做后备的柏达神 操刀给韦华顿思华捉到路 巴西人尼金牌无限接近 只等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尼玛 完成最后一击 这位南美大陆紧静的天才 完成足球王国最后的梦想 随着尼玛射入这球比赛结冲 巴西十二码5比4 总比分6比5 击败德国奪冠 在本土的足球圣殿 击败宿迪实现美梦 奥运闭幕前的最后夜晚 荣耀属于巴西人